守護全民健康 抗議日本核廢水排入海中 議員們大聲疾呼 痛批中央政府面對核實管制沒有作為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24號起 開始排放韓川核廢水到太平洋 台中市議會國民黨開第一槍 批評政府對人民健康風險視而不見 8月24號是我們日本的這個鄰國 日本它的福島在311事件以後 產生了這個核廢水 今天開始排入我們的海中 那呢它的這個 不管它周邊的環境的影響 跟它慢慢漂流到 這個海水的漂流到各附近的鄰國 都會造成傷害 議員們指出日本所排放的核廢水 還有放射物川 預估川廢水約在排放一至兩年後 到達台灣附近海域 且川濃度約在排放後四年出現最大值 指責日本不管國際鄰國抗議 排放核廢水污染海洋 連帶影響水產及鹽等民生用品 人民最擔心最擔心的 也就是我們的食品安全 以及我們孩子的餐桌的食品安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民進黨 是毫無作為 碰到日本政府就腳軟 碰到日本政府話都不敢說 只敢說這些影響完全可以幾乎忽略 難道它也可以幾乎忽略我們人民的食品安全嗎 現在我們更希望民進黨政府如果不敢抗議 能夠富起最基本的亡羊補牢 就是將這些有可能遭受到污染風險 一一的列出來 告訴我們全體國民哪些應該要防範 藍營也痛批儘管世界各國反應激烈 但中央原能會竟宣稱健康風險可忽略 而之前台中市訂定的食安自治條例 禁止販售核災五線式食品 卻被行政院宣告無效 奪走地方政府管制核食武器 根本是致人民健康與不顧 記者楊中環 台中採訪報導